好 既然你有空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不认识路 跟着导航开总会吧 出门太着急了没拿手机 来 看不懂 你 行 我最好 走吧 好 这几天过得好吗 好啊 好得不得了 这种日子不要太舒服 不用上班还有工资拿 不用按前码后侧货 不用遨游点定加班 每天睡足十个小时 除了追剧看漫画 就是和朋友出去胡吃海河 还顿顿都是别人请客 您说我要是这样的时候 我还敢抱怨的话 那其他人不都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了 我相信你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泄密者 但是肯定有人 出卖了公司的副门 所以只有把它揪出来 才是对你最大的保护 所以能让你暂时停职 只是为能够让这个 真正的泄密者放松总体 才能更好地露出破绽 那你查到什么了吗 你还没有啊 你还要闲工夫来送蛋糕啊 副本上线计划怎么办 重新做吗 那我们这么长时间努力 是不是白费了 你不生气了 我当然生气啊 就算你有什么 露出破绽的计划 到底是和我说一声呢 你把手机 落在会议室里面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 那 那我昨天 就已经开始登陆微信了呀 这个我倒是真没想到吧 你该早点来找 那我想请问 如果我早点来找你的话 你这几天能过得这么好吗 那 我没想到 郊区还能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你想住这儿啊 如果是一大家子住这儿 肯定很幸福 可是我们家只有三口 如果住这儿的话 应该挺冷气的 是啊 家的感觉呢 不是靠面积来填充的 我去拿东西 你去门领 嗯 麻烦你们把蛋糕 放在桌子上 嗯 张门 我跟你说 这每个盒子里有两个口味 这个呢是抹茶和巧克力的 这个呢是红丝绒和芒果的 我这里有张卡片 上面都写着呢 那么多口味啊 我也不懂 都是我儿子订的 那我们先帮您放冰箱 好好 这种蛋糕 零到四度保存口感是最好的 那没事的话 我们先走了 别别别 喝口茶再走啊 这是我刚刚弄好的水果茶 我一个人住这房间 好是好 就是没人气 好不容易等你们来 还不陪我聊聊天姐姐梦 来来来 您看 这样在苹果的窝里 加些深绿色 看起来就有种没有熟透的感觉 真的 立体多了 你说 你个送蛋糕的姑娘家 真是多才多艺 我今天只是来帮忙的 平时在游戏公司上班 难怪你和那些人不一样 那个小伙子 也好像不是普通人了 长得一表人才的 他应该是第一次 做服务行业吧 平时都是平时服务他 真奶奶 您儿子给你买这么多蛋糕 真孝顺 他都是给那些车友会的朋友订的 原来如此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呢 最近买了两奔驰车 就加入了车友会 天天跟这些车友啊 一起玩 今天晚上 还要去看芭蕾舞剧了 说是CS店增的票 是一个匈牙利芭蕾舞团 是一个匈牙利芭蕾舞团 我说是这些车友会 我想说你又不喜欢舞蹈啊 音乐的 他这才告诉我 他在车友会里啊 认识了一个姑娘 匈牙利舞蹈团 是天鹅湖吗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没有 我听别人说的 没事